好,現在換各位來練習 這樣子 六歐姆跟四歐姆並聯 再串一個兩歐姆 他告訴你電池所謂的總電壓是22伏特 請問你兩歐姆旁邊的地方要多少 每個電阻的電流多少 你們在平常做別的題目的時候 最容易犯的出的就是 直接就認為兩歐姆是22伏特 不對 他分給兩個 他分給兩塊 一個兩歐姆 還有一塊就是四歐姆跟六歐姆並聯的那一塊 然後要追到電壓多少 如果你想代公式V等於IR 或是R等於I分之V 如果你需要算V 你會需要知道I 可是題目沒有I 你要求 如果你要用比的 你必須要知道四歐姆跟六歐姆的並聯的電池多少 你才會用比的辦法比得出來 那電壓應該是多少 電壓應該是多少 然後呢 還是你可以去求電流呢 看起來好像很虛 如果你要求總電流 你就需要總電阻 總電壓才能夠求總電流 你要算出兩歐姆的電流 你就需要兩歐姆電阻跟兩歐姆電壓 那你要先做誰呢 你要如何解決呢 請問你第一個問題 兩歐姆的電壓多大 你想要用比的方法嗎 要比的你必須要知道四歐姆跟六歐姆 並聯之後定有多少 你才可以用比的 你想要帶V的IR嗎 那你需要知道I啊 你才會算出它的V啊 可是沒有I啊 那你怎麼辦 請問你該如何解決呢 該如何解決 來 停車站接問 來 小陽女生 九號 九 你的答案 聽不見 十五 十不特 你說十不特 請坐 你啊 要算二收兩歐姆電壓 需要用兩歐姆電阻跟兩歐姆電流 可是我沒有電流 兩歐姆電流就是總電流 總電流很抱歉 不需要用總電壓跟總電主 總電主 可是也沒有總電主啊 你就要算阿 因為每個電主都告訴我 你就可以算阿 你可以算阿 好了 六歐姆跟十歐姆並聯 怎麼算他電主 導數相加的導數 所以呢 四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十二分之五 翻過來五分之十二二連四 好了,還不行喔 還要再穿一個兩歐五喔 所以變成四點四歐五 這要總電主 好了,有總電主有總電壓就可以求總電流 有總電主有總電壓就可以求總電流 有R等於I分之V或V等於IR 把它叨叨叨 所以五安培 這叫總電流五安培 總電流五安培就是 通過電池電流五安培 那麼這個兩歐五跟電池串聯 所以它們都是五安培 那有了電流 有了電流就可以求電壓 有了就是 SR等於I分之V嘛 然後呢 兩歐五嘛 不知道電壓嗎 電流是五嘛 所以算算就十伏特 所以我們就十伏特 在這個過程中 我把總電主算出來了 我把六歐五跟四歐五並齡的電主也算出來了 理論上算出來可以用比的方法 就可以知道電壓多少了 不需要那樣算 看你的喜歡 看你是不是能夠理解 請問你 兩歐五電主電流多少 還有六歐五還有四歐五 這個剛才應該 算出來過了嘛 剛才在過程中已經算出來過了 那大哥大姐 那大哥大姐 二九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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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 五安培 請坐 請坐 這個剛才已經算出來是五安培 剛才那邊已經算出來是五安培 剛才就已經算出來過了 五安培 OK 四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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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方法 可以 可以五安培流過來 分給六 分給四 也可以用比的 也可以用電壓 比給阿阿西算 都可以 看你喜歡 看你OK哪裡 OK 就哪裡做 可愛小女生 十三 多少 三安培 請坐 該有信心啊 要用 如果你是要用算的 你要想要算四歐五的電流 我就要用四歐五電阻 跟四歐五電壓 問題是 你沒有四歐五電壓 可是 你有總電壓 而且 你還知道兩歐五電壓 然後 就是 避免 大家要串 串的電壓 是鄉家 所以呢 四歐五電壓 加兩歐五電壓 就是總電壓 怎麼樣 有啦 兩歐五電壓算出來過啦 就帶進去 喔 十二伏克 那你就有 四歐五電壓 現在有四歐五電壓就可以求 四歐五電壓 就可以求四歐五電壓 R等於I分之V V等於I啊 等於G啊 四歐五電壓 三 那六歐五電壓 你需要的東西 剛才的計算過程中 都已經算出來過了 用筆的也可以知道可以筆 來筆就曉得了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號 二十三號 兩安培 我說可以問人啦 可是覺得這樣子一定要問人 就讓別人覺得很傷心 一樣嘛 一樣嘛 如果你想要帶R給I分之V 要算六歐五的電流需要知道六歐五的電阻 需要知道六歐五電壓 這裡沒有告訴我 可是剛才已經算算了電壓多少 看到了 看到了 十二號不錯 所以往裡面帶 所以兩安培 所以兩安培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十三 練習十三 好 讓你再一次的告訴你 我們的計算 我們的思考方式 我們需要的條件 需要的內容 一 找R等I分之V 或V等I啊 二 找B連跟串連的想法 就能看你的想法 當然再來 數學好的人 一些題目用比的幫你 就比出來了 看你的喜歡 看你的情況 OK